竞选门2.0今天宣布,Versia 5集会将在11月19号吉永坡举行 同时,从10月1号起,他们会在全国246个地点举行7个星期的造势活动 确保竞选门的斗争理念能够传递至乡村地区,让更多国人明白 不过,现场有记者问到是否会担心经过四场大集会后 人们厌倦集会没有结果,导致这次大集会反应不加时 玛利亚诚直言不曾担心 若造势活动反应不加,会否取消大集会呢? 玛利亚诚也表示不会,并反问为何要取消集会 不,为什么我们都会取消大集会 我觉得基本的意义是要分享的信息和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到246个地区 和到之前没有见到的马来西亚 那已经是一个大成功的成功 所以已经是另一部分了 Mersia 5集会的五大诉求 为干净选举,干净政府 强化议会民主 拥有意义建权力 即强化沙巴及沙拉月 感谢观看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